有话快说 师尊的修为有多高啊 炼药术达到极品了 怎么 怕我没资格教你了 告诉你 为师府天境第九重 炼药三品 觉得如何 厉害厉害 对了 我以后住哪儿 这里似乎就一个房间 难道我们一起住 那都不好意思 给我滚出去 立刻 马上 再陪多说一句 我就割掉你的舌头 我走还不行 那么凶就是 再说了 你总得给我安排住住吧 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自己去搭建一栋房子 要么就睡客厅 再不然 就哪儿凉快哪儿待不去 美女师尊真好 我就觉得这儿最良快 没想到美女师尊 你会把房间让给我 给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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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师尊 怎么晚饭吃啥呀 我这一天都还没吃过东西呢 我 跪下吧 我为什么要跪下 自然是拜师 行过跪拜礼后 你作为弟子就得听命于我 明白吗 你 你在开玩笑吗 我什么时候答应 选你做我导师了 你真的不拜我为师 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 哼 早知道当初就不该救你 让你被那个男的杀了好了 你动手就动手 我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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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啊 哦 啊 嗯 呃 嗯 嗯 他得让我亲自动手 告诉你 不听师尊的话 是会吃亏的 我告诉你 你最好别给我机会 主人 我一定要让你后悔 你想怎么让我后悔 真羡慕这位师妹啊 竟然能够被于天长老 收为弟子 凌温宫三大长老 只有于天长老 一直没有收弟子 真难得他老人家 这次会主动来挑选弟子 这也很正常 李温长老和韩武长老 都已经收了好几个弟子了 时常打击他 于天长老自然是受不了了 以前也不是没有 天资好的弟子 想要败在他门下 可他就是不收 不知道他怎么就看上 这位师妹了 几位前辈 不知道我是否可以 进行测试了 原来还有一位呢 你赶紧的吧 测试完了 我们的任务也就结束了 还不错 有了这些人 可以带回去交差了 带这么多人 飞回天阳学院 实在是太累了 公明 把你的战鹰放出来吧 走 走 怎么样 住的还习惯吧 少爷 这都三天了 怎么我们还不出发啊 快了 马上就筛选完了 筛选 这些天 这些天 我们周围一直有人在密切关注 条件不符合的 都被各种理由请问出去 你没发现 现在人比刚来时少了些吗 这 好了 你们都放宽些 凭我们的条件 这一层考验 肯定是很轻松就能通过的 嗯 看来刷掉了不少人了 人都到齐了 走吧 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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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женщ 温柱 樹 鸢 我 光想着靠甲之道坟练开甲了 忘了自己没法提炼矿石了 有了 黄金中品应该可以卖个二十万金币 再来一件 看来是我太弱了 这些玄体若是由炼器失炼制 至少也是玄阶品质 今次一次啊 以后就要自己洗喽 好了 乖 他怎么总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说话呀 那 没问题啊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搞不懂搞不懂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这赵姑娘 已经把我当成他丫鬟了 草上吸脸还是我伺候的 不错不错 我们家承儿都会伺候人了 以后娶媳妇不用愁了 娘 我的终身大事您又不用操心了 你赶紧让人准备点东西 我都快饿死了 那行 我去给你和赵姑娘准备点吃的